0403大鎮全台有感 老舊建築都更問題刻不容緩 來到基隆仁愛區 近鄰成功市場房的蓮紅社區 屋齡高達44年 跟著社區住戶的腳步 來到他們口中 幾乎沒人敢住的家 臂癌嚴重盛水 大門後方的梁柱水泥剝落 鋼筋外痘 經過專業檢測 社區38處採樣點 綠離子都明顯超標 證實這裡就是海沙湖 歷經0403強鎮 柱子爆裂得更加厲害 每次地震的時候 都會掉一點掉一點這樣 因為之前 之前也有一段時間是漏水 漏水 漏水在地震 漏水變成它會 好像撲咎撲咎 我的感覺就是 好像很好 所以差不多了 跟我們廟室拿去牽 是擔心會倒啊 繼續來到社區當中 另外一戶白先生的家 這邊是以前的客廳嗎 對對對 已經客廳 那個梁都掉下來了 整個玻璃窗 窗戶已經被壓到 現在打不開 現在打開的話 可能整個都垮下來 自從大樓被檢測為海沙屋之後 白先生一家就搬離這裡 歷經搶鎮之後再度重返屋內 現場一片狼藉 一直很嚴重 我那個馬桶掉到都是水泥塊 我把它拿出來 滿屋子的水泥碎塊 就像白先生的心一樣碎成一片 現在這樣怎麼這麼大 沒有人這麼大 我女兒這樣來 我這個爸爸我這個不敢住 很心疼 這才無魚溫長天 這個要怎麼處理 這個真的垮下來的話 可能死障不得了 前天建築結構不良 加上後天地震頻傳 種種因素都使得 蓮紅社區深陷倒塌危機 社區理事長徐濟凱 帶著我們來到地下室 觸目所及 滿目瘡疑 它上面的那個樓地板 樓地板它現在已經開始慢慢的 就已經可以看到鋼筋外樓 涼的部分的話 它就會慢慢的剝落 所以你看一下這邊的車子 它為什麼車上會放這些軟墊 就是因為上面的水泥掉下 會打到車子 他們要保護自己的車子 八棟大樓連通的地下室 天花板水泥塊多數已經剝落 抬頭所見都是裸落的鋼筋 不僅如此 連支撐大樓結構的涼柱 也已經剝落 像這個柱子的話 它是已經都已經爆掉了 它這個捆筋都已經鬆開了 然後這個鋼筋跟上面都已經斷開了 所以說這邊這個柱子 基本上它已經有什麼存在能力 所謂的海鯊壺 指的就是建商在興建房屋時 使用來自海邊的海鯊 由於當中含有綠離子 短期會使得牆面出現臂癌 長期則會加速腐蝕鋼筋 造成了混凝土剝落 損害房屋結構 影響住戶安全 就是這些鋼筋外露 然後有些柱子爆掉 有些樑爆掉 然後還有我們的那個 樓地板的部分也都下陷 多處每一處都是超標的狀態 所以說我們就很確定說 這棟大樓 基本上整棟應該都是一個 海鯊屋的狀況 面對結構安全疑慮的海鯊圍樓 各地方政府都積極推動都更改建 像是基隆市政府 在2017年就在此推動都更 當時一度有高達73%的住戶同意 只不過眼看七年過去了 渡更速度始終緩慢 時間拖得越久 民眾意願也就越低 我們沒有相對的法律 我們原本的法容也不夠高 那我們也沒有足夠的誘因 就是能夠有很好的容積獎勵 所以對這些住戶最後就會覺得說 我分回來的評數 可能只有原本的評數的70% 65% 他們不願意 那到之後他們的意願 他們就下降 下降到我們最低的時候 只有20%的同意比例而已 其實在基隆 像是聯紅社區一樣 屋齡很高 期待都更的房屋不在少數 根據統計 截至2022年第一季為止 基隆屋齡超過30年以上的住宅數量 高達77546戶 占了全市總數的46.2% 進一步分析 基隆2018年到2022年之間 平均每年住宅拆召數 僅僅80.4戶 以這樣的都更速度來看 要將屋齡30年以上的老舊房屋 完全拆除 恐怕需要超過964年 我們基隆市這邊 我們的都更相關的條例 尤其是針對海沙屋這部分 我們沒有一個專門的條例 在針對這樣的建築物 有給予容積獎勵 那我很希望說 基隆市政府能夠跟上附近新北 新北市 台北市 桃園市的腳步 我們能夠有一個屬於自己的 關於海沙屋的這個容積獎勵辦法 同樣位在大台北地區 雙北的都更速度也堪稱樓部 根據內政部資料顯示 台北市2018年到2023年間 每年平均核發住宅拆召數為1722戶 截至2023年第四季為止 台北市屋齡30年以上的住宅 逼近65.4萬戶 換算下來 台北市要將30年以上老屋完全都更 至少得花380年 新北市來得更高 至少得花1133年 雙北的老屋量應該算是 特別是台北市 台北市的老屋量的話 大概都會是 已經是全台的冠軍了 那也是因為一方面 它開發相對比較早 那二方面來說的話 其實這幾年 因為地震頻繁的關係 大家對於老屋的關注度 會稍微高一些 大台北地區平均屋林老舊 老宅更新具有剛性需求 尤其在蛋黃區高房價的帶動之下 雙北市堪稱是都更的一級戰區 只不過當都更潛力越高 背後存在的力衝突也就越高 光是建商與地主交換條件 就常常橋步攏 使得都更騎乘攏 動載十年 司空見慣 所有的都市更新 或是為老重建 它在談整合的時候 就是人多嘴閘 你涉及到的住戶 涉及到的地主越多 彈下來的速度就會越慢 也會導致說整體的這個整合的時間 拉得比較長 短折三五年 整個省外 那如果長的話 其實有些可能都長達 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上 此外 2010年台北市政府曾經喊出都更一坪換一坪 讓市民期待免出錢就能夠等著換新房 專家批評 現在一坪換一坪根本就是都市傳說 必須努力撕掉魔咒 才能夠避免都更整合卡關 老房子它都蓋好蓋滿 那你一旦變成新建案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基地面積要退縮 我哪邊要怎麼樣 雖然說它會有容積獎勵 但是也不見得有辦法創造這麼多的坪數 如何去改善大家對一坪換一坪的 這一種過度的期待 其實是接下來都更能不能走下去 非常重要的關鍵 另一方面 受到近年疫情以及沃爾戰爭影響 全球缺供缺料問題相當嚴重 使得營造成本翻倍漲 建商都更成本上揚 要達到損益平衡可謂難上加難 種種因素也使得都更困難重重 這個建材成本 還有這個整體人工的成本的上升 會導致它的整體的營造成本拉高 那營造成本拉高就會牽扯到 就是原本它預期說 我的成本可能原本固定在是多少錢 結果現在拉高了 那換言之 我能夠拿出去分配的這個利潤就變少了 所以相對起來 工期會拖延 然後以及業者在這個 跟住戶之間的這個權力分配上面 其實有時候也會受到這些成本拉高的牽動 營建成本飛漲 加上拆遷整合等等問題 使得雙北都更速度始終緩慢 學者呼籲 老屋年齡與數量持續增加 居住風險也會跟著增加 回歸都更初衷應該以住宅安全以及品質作為第一優先 都更最主要目的其實當然就是居住安全的確保嘛 那當然居住環境品質的改善 那對於整個公共的環境的一個增加的這個 這情況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是為了我們的個人的利益 那事實上現在大家為了增加自己的個人利益 而不願意這個都更情況 我想這是一個現在整個觀念上必須去調整改變的啦 台灣地震頻繁加上30年以上老屋持續增加 大都更時代來臨 加速老宅更新勢在必行 除了政府法規制度必須完善 屋主及建商也必須調整心態 回歸居住安全的出衷 才有機會加速都更創造雙贏